第十年初 节目 哥们 你小心点 闭嘴 你说谁呢 你怎么回事啊 我妈吵我妈 你吵我他妈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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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转 走 臭小子 下子给我注意点 下子注意点 我老师 老师 老师 真木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这谁打的 你怎么像成这样子 痛不痛 那我们去医院好不好 真木 真木 来 喝点粥 刚好好的 就喝一口 你打算就这么消沉下去 不用你管 关于那个赌约的事 思思会给你解释清楚的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你听到的都是我说 你不原谅我了吗 你不是 我是对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失望 你以后不用来招人 我也不想理你 让我一个人进一进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不理你呢 我很担心你 你知不知道 是吧 原本我以为我可以放弃这段感情 你的身份对我来说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是我对我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 不是你的错 这些天我心里想的都是你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是以前的最后一个名字是你 醒来的第一个念头还是你 郑沫 我已经想好了 就算以后有年轻的女孩子来抢你 我会把她们通通都赶跑 不管怎样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你不觉得我这种人特别可笑 一个被别人操纵的小丑 还有什么资格原谅别人 是自离的 是 没人知道你过来吗 我肯总不放心我 我要是不放心的话 就不过来见你了 总部那边怎么样了 那步斗得很厉害 有人堵老爷子在度假 有人堵老爷子在重症监护室 很好 这次加酒事件 倒是股票价格大跌 也不会有人太过关心了 我们是说好价格的 不用担心 你手上的股份 我会按照上个月的价格 向你收购 方不方便透露 你是堵老爷子在度假呢 还是在重症监护室 雷总 你是想知道 是哪股势力在支持我吧 良好合作的前提 就是不要打探对方的秘密 真是好奇 你的胃口很大 好吧 我们来谈谈收购你股份的细节 喜而恭听 我赌得我终于是找上你了我 要不这样 我把思思交给你 你把正面交给我怎么样 至于吗 怎么了呀 何门 你来得正好 你好好开导开导她 我去找思思 假酒那事我知道了 不至于 你还记得咱俩在学校那时候吗 那时候咱俩谁都看不上 就觉得自己是天降神兵 你呢 你天天忙着大处乱窜 我呢 天天忙着泡妞 行了 你别装死了 行不行 我这次的来是想告诉你 我要去欧洲了 那边经济形势不大好 我估计我们家也撑不过去这几个月了 你们家往内地转移的早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哟 你又活过来了 你想不想过一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关于收购我的股份 你就没有什么书面的文字让我看看吗 只有计划没有署名 我不会冒这个险的 你怕我搞翻你 不信任我 这是商场 也是战场 信任这两个字太奢侈了 庚总真是滴水不漏啊 计划书 您仔细看吧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希望您能够尽快地决定 庚子航真的是很小心的 所以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 他说的没错 这个世界他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可是他不知道 他的对手比他更可怕 因果循环 他要为自己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 多好的计划书 应该让他早一点实习 上班的时候周末要忙着不叫 现在也不用朝九晚五了 书不死了 干嘛拉长脸啊 还在担心周末 他是太子爷 不会真的有事的 庚子航再怎么阴 也不可能玩过董事长吧 所以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你不知道庚子航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他整个人好像都垮掉了 说对自己很失望 多多 现在谁也帮不了他 只能靠他自己站起来 就好像之前的我 你们都那么劝 我都没有醒乎 你接下来早算怎么样 先休息一段时间 想想亲什么的 要是找到一个合适的门面 我想开一家小小的店 又宰又宰的 每天还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你呢 不会天天守着正末吧 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 我就一直守着他 守得他清醒 站起来为止 我回来了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牛尾 红烧好不好 正末 也就是派店 我感觉到战竿 我感觉到它 你很快 正末 游客 是帅子 聊天 你还可以 我感觉到 你可真 这里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吗 你别跑 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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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小梦 起来 小梦 你醒醒 小梦 你醒醒 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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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我给你擦干 我都给你擦干 我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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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周末 喝点姜汤 别照亮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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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温暖 这么烫 没事 我给你找东西看 初初看你好好 在青春中咆哮 自由和锋芒式依靠 那绝尘而去的脚 把全世界都丢掉 我藏门 在爱情中燃烧 臣服 和苦笑是荣耀 吃荣耀 那惊心动魄 那惊心动魄 我好完蛋 的美好 没什么 比你重要 我以为可以坐手青春 又收爱情到老 把不及和年少 热血和心跳悄悄收好 直到有一天 在现实中被祭祷 原来成长就要 把曾经彻底丢掉 我要了 我不要了 冬冬 我知道 冬冬 我也知道 我都不会理他 冬冬 别让自己 在谎言中介绕 不要了 统统不要了 我假装不去想青春种种的后 越是不想 越是难熬 就让岁月将记忆抹掉 你随红 人当交给水 你帮手 previously 你 simplesmente请看 好 我现在过去 你 只是 录音 你很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 那个四生子已经被我打趴下了 一想到他那个可怜的样子 我就很痛快 非常痛快 可我不开心 妈 你最恨的那个人一直没来找我 我在否折腾 他都不关心 正夜 是我 我跟你说过 我姓耿 郑夫人有什么吩咐 正夜 我想了很久决定有件事情告诉你 你爸爸想见你 你能不能马上去趟英国 他怎么了 病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只是年纪大了 其实他心里一直是很想念你的 想你 他要真的想 让他给我打电话 让他给我打电话 他自己 亲自他 正夜 你听我说 正夜 我听说好 我会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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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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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爸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被人设计了就消沉了 还不是你一直瞒着我 好了 飞机起飞还有一个来小时 你现在应该去办登机手续 什么 我订了你和我一起回英国的机票 现在 我这次来就是带你跟我一起回英国的 不是 妈 我爸身体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他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事情 你看现在 经济不景气 公司内斗也很严重 反对你爸爸的势力呢勾结在了一起 所以 你必须马上跟我回去 我现在不能回去 妈 我现在很迷茫 自从我进了公司到现在 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适合干什么 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从老大大你都让我觉得我是天之骄子 我现在觉得根本不是这样 我要在这里找回我失去的东西 你说完了 你爸爸病危 现在 住在重症监护室 如果你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的话 就马上跟我回去 完了我能带走温行吗 如果你要坚持我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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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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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能改签吗 你如果不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的话 你就改签 你还可以让他回去了 正沐 现在不是耳璃秦长的时候知道吗 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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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你发烧了 总之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不是一时冲动 沈默 这么早 这么早 跑哪儿去了呢 还不回来 不会使乱钟情 就这么失踪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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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来的 妈 我打过电话了 真的 不是我要拦着正彦见你父亲 这不家产有他的呀 儿子你听我跟你说呀 现在董事会反对你爸爸的人 都勾结在一起了 正言 说实话现在心里很恨我们 你说这时候他过来 看到你爸爸的样子 真的 我真的很担心 他会把这些情况透露出去 那你爸爸一辈子的心血 就会落在旁人手里 你爸爸那么甘心吗 可我爸真的很想见他 那现在你也知道了 正言的妈妈和你爸爸分开 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你 这当初啊 正言的妈妈太要强了 什么都争 跟正言啊跟他妈妈一样 真的 他对你下那么狠的手 我真的很担心 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放下 心里的那份恨 我觉得跟他解释清楚 应该没什么问题 哎呀这是 这事儿 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商场 你这样子是不行的 再说 现在的形式 不一样了你知道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 接管郑家的产业 我要挖着他 还可以 那他想要弄你 自行的 都没有了吗 那倒是 我挺敢提他 是他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我自己 你 我想跟董哥报个平安 她现在肯定特别担心我 不行不行 现在绝对不行 儿子你听妈妈跟你说啊 等过一段时间 你再把现在的情况告诉她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啊 儿子 顿泰 老爷子已经更糟了 快点 朵朵开门是我 朵朵 开门 不就是个臭男人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再不开门我踢了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这些富二代都一个德行 姓正的就这么消失了 一点解释都没有 这种不靠谱的男人 咱不要啊 犯不着被这种人伤心 走 带你出去逛逛 别老门在家里了 不过去 她回来看不见我会担心的 你傻呀 是她先不要你的好不好 一个太子爷 能有什么事啊 思思 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现在会怎么样啊 离开你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朵朵 原谅我无法跟你联系 我现在身不由己 能怎么样 通讯那么发达 打个招呼不会吗 没有电话吗 那我就更担心了 她现在一定遇到了 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 行了 别多情了 走 带你出去逛逛 思思 你帮我找找赫曼好吗 她跟这么那么好 她应该能找到 我怎么那么傻呀 怎么没想到 让你我找赫曼呢 我就想做她过得好不好 帮帮我 你简直是走火入魔了 你现在一定很担心我吧 对不对 朵朵 对不起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等着我 一定要等着我 都玩失踪 什么人哪 谁又失踪了 你来干什么 你害她害得还不够啊 我说你们兄弟之间 这鱼那么狠吗 我警告过你 说话前先掂两点 你忘了 我已经不是PMS的员工了 你要是敢上去伤害朵朵的话 我跟你没完 你是承认自己错了 她走了一个月了 她 什么消息都没有 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孩 值得吗 是你们逼她的 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我不想伤害你 我和郑末 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曾经那么信任 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 现在你让我觉得好陌生 你把她也变得陌生 那是怎么都是这个样子 我把莫菲留下来陪你吧 不管我们怎么变 莫菲是不会变的 别老门在家里 和思思逛过街 带莫菲下去玩会儿 好吗 你走吧 多多多 多多多 我觉得你 你像我的妹妹 和你在一起 就像和家人一起那么轻松 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 我会自责她 家人 郑末呢 她不是你的亲弟弟吗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家人的 这不一样 什么 赫曼家破产了 好 酱 喝嘛 贪工作 不喝酒 同样的女人 同样的房间 看来我们的品味一样 对丽谊的品味也一样 茶还是咖啡 我自己来吧 这个房间 曾经是我和她优惠的地方 你还好意思替她呢 我把她托付给你 所以你把她照顾成这个样子 不谈女人 谈一下 股权交易 雷总 考虑得怎么样了 价格可以动一动 这么听话 还真转头就走啊 统签 诚意 状态不错呀 郑默在哪里 告诉我她在哪儿 我也在找她的 她真不见了 听说到前有点时间去英国 我也找了一圈人 没联系上 怎么会这样 喝酒 那你呢 还好吗 我很好啊 没人说你不好 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一言难尽啊 思思 你愿意离我 真的特别高兴 谢谢你 说什么呢 喝酒 喝酒 雷总 你一提的价钱 实在太高了 这是生意 作为小股东 所有人都知道 你和郑家的关系不好 随时会离开 换句话说 PMS的股权在你手上 就如同鸡肋 实之无味 弃之可惜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早点转手呢 而我给你这个价钱 已经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再翻倍的话 你就不怕我不肯收 全砸熟了吗 这个股权对我来说是鸡肋 但是对你来说是实在必得 岂不可惧 所以我就趁机开高价 没错 没错 如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你这么想呢 那我就放心了 好 这说明 你是真心的 想转让股权 那你是同意这个价格了 价格再谈 我不让补 咱们换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 我 좋아 我喜欢去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能说的我都做了 面前的一切 都交给你来选择 你而得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 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铭心过 也值得 也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却又伤不得 直到今天终于承认了 只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铭心过 也值得了 也该放手了 我爱不得 我爱不得 我爱不得